为提倡运动风气和培养运动精神 华联县体育会羽球委员会特别举办了113年 华联县县长杯羽球锦标赛 在17号举行开幕一试 主委宣布加码奖金和奖品 期盼可以推广羽球运动 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由华联县体育会羽球委员会举办的 13年华联县县长杯羽球锦标赛 16、17日两天在宜昌国中举办 17日举行开幕典礼 近350位涉及就学或就业于华联民众报名参加 有别以往除了奖杯及奖状 今年新增奖金和奖品 更鼓励选手越级挑战 我们希望以后没有鼻子 就是不是假鼻子 就是鼻子 其他的就是找方态 你打鼻子打 鼻子的人想去找方态也可以 小朋友要打方态也可以 公开就是没有现实 那以后我们的赛事就是夹一样 那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太OK呢 你想要去挑战搜尖指纹 远迷很厚我也不反对 希望大家呢 要稍微会打鼻子往上去挑战 希望能够多推广这个羽球活动 所以我每一次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呢 我们几乎都会加码一些奖金跟奖品 来鼓励小朋友跟社会人士呢 能够多多参与这个羽球的竞赛跟活动 那最主要就是 以往来讲是没有 县长辈几乎都是没有奖品 奖金的 那因为我们为了推广这个活动 所以增加了这些项目 也希望说能够增进花莲羽球的运动 增加这个羽球的这个人口 赛事分国高中小 社会主个人集团体赛 社会主国高中组以单局25分制计算 国小组以单局21分制计算 则判透过赛事提倡运动风气 培养运动精神 也推广羽球运动 培育更多花莲优秀羽球人才 记者蒋邦彦简单相报导 这会讲是什么呢? 这边的线都是没有